女人死了丈夫 却没有半点悲伤 因为丈夫给她留了一大笔遗产 更让人绷不住的是 她和丈夫从相识到离别 仅仅才过了七天 闪电结婚闪电去世 她的婆婆也是到了葬礼这天 才知道自家儿媳 不仅名字是假的 连绅士也是捏造的 她的真名叫阿珠 高中辍学的小太妹 和斯坦福毕业 年轻有为的丈夫相比 根本算不上门当户对 婆婆问她为什么要撒谎 才知道他们刚认识的时候 阿珠以为丈夫在吹牛 所以也把自己吹上了天 等到丈夫去世后才知道 原来小丑竟是她自己 事到如今 婆婆看着不靠谱的阿珠 也只能捏着鼻子 把她接近家门 一晃三年过去 当上富婆的阿珠 感觉生活越来越无趣 为了寻找刺激 她经常跑到自家公司偷包包 这次也被逮了个正着 送到婆婆面前 婆婆也只能无奈地看着她 问她还有什么愿望想实现 仿佛和阿珠沾上都没什么好事 这天丈夫留的狗终于老死了 这真的打击到了阿珠 她回家途中神情恍惚 不小心把车开进死胡同 连人带车撞上了石壁 等她醒来 发现自己正躺在草地上 吃瓜群众都围在她的车旁 她靠上前 又看到了车里破相的自己 向路人问话 也没人理会她 她明白 她这是灵魂出窍了 要不了多久 她也将离开人世 可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让她赶紧回身体里去 但阿珠说什么都不想回去 她又不认识眼前的男人 凭什么要听她的 摔回了身体里 经过一系列抢救 阿珠得以死里逃生 只有左眼和左脚上留下了伤 出院前一晚 她在病房里听到有人说话 可当她张望四周 病房里分明只有她一个人 而且这些人的谈话中 都说阿珠快要死了 只有五分钟时间 这是怎么回事 阿珠试着遮住右眼 左眼透过纱布 竟然看到嘶嘶鬼影 她颤巍巍地拿下纱布眼罩 房间里赫然多了 两个黑衣人和之前遇到的男鬼 黑衣人似乎是地府公务员 专门来取阿珠的命 而在车祸现场遇到的男鬼 也在这里 多亏她距离力争 终于打消了黑衣人索命的想法 穿过门打到回复 阿珠看完了全程 她直勾勾的眼神 引起了男鬼的注意 男鬼缓缓靠近阿珠 你看到我 阿珠不停拨弄纱布眼罩 左眼有东西 右眼没东西 终于确信 哎呀 我总是见到鬼呀 从那天开始 男鬼开始骚扰阿珠 大晚上在她床上蹦迪 又把阿珠赶到大马路上 把阿珠累得不行 当阿珠决定摆烂时 一个玻璃瓶从她脚边滚过 带她看向了路边 奄奄一息的小狗 原来男鬼想让阿珠救狗 于是她赶紧把狗送到了医院 男鬼又一次现身 因为阿珠的帮助 她决定把自己的身份告诉她 原来她竟然是阿珠的小学同学 那个从小就爱做死的小王 第二天 阿珠从报纸上找到了小王的消息 发现小王在四年级 被海浪卷走后再无音学 阿珠煞时间愣住了 脑海里闪回三年前的记忆 因为她的丈夫也是淹死的 而哪怕三年过去了 她也依然对丈夫念念不忘 她在泳池边点起了香 既然她有见鬼的能力 为什么却从来没有见到过丈夫 阿珠就这样怀着不甘 独自等了很久很久 女人被安排相亲 反手喷了男方一脸辣椒水 因为自从丈夫死后 阿珠就没打算让别的男人碰她 小姨子亲自作媒 让她忘记适者向前看 但阿珠的回复永远是浅浅的一笑 阿珠对丈夫太执着了 丈夫的遗物里有一辆老爷车 车头都被压扁了 可阿珠还是不惜费重金 找到一个叫山姆的网友修车 遗憾的是山姆今天不在 阿珠只好将车寄存在这里 可就在这时 阿珠看到屋里有个面无血色的女人 她遮住能看到鬼的左眼 女人瞬间消失不见 随后阿珠从山姆的父亲口中得知 山姆的女友也去世了 而女鬼看来就是山姆的女友 当晚阿珠就在自己车上见到一封信 她随手一扔 没想到惹得女鬼找上了门 女鬼告诉阿珠 那封信是她留给阿珠的 她马上要去投胎了 所以希望阿珠能帮她照顾好山姆 然后到了6月17号 再把这封信拆开 阿珠把这件事牢记在心里 随后她回到家 就见到一个身穿婚服的胖妞 站在泳池边 而小王身上也穿着婚服 原来阿珠的老爸 听说女儿被鬼缠身 所以找大师帮小王办了明婚 小王文言就要把阿珠老爸撕了 阿珠只好出面 帮小王揽下麻烦 她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 让胖妞附身一分钟 体验一波瘦的感觉 自此明婚一笔勾销 可胖妞附身一分钟后 却迟迟不肯交还身体 她借用阿珠的身体搞事 小王全部看在眼里 却毫无办法 为了解救阿珠 她只好跑进庙里 冒着被降服的风险 在庙里搞破坏 引起了师父的注意 师父看到被上身的阿珠 立马伸出一双快点 夹在阿珠中指上一扭 就把胖妞鬼扯了出来 解决了她的危机 相对的小王却因为闯入寺庙 马上就要魂飞魄散 阿珠为了救她 只好跑到殡仪馆 把一众鬼请到家里想办法 其中一只红衣女鬼告诉阿珠 因为小王是水鬼 可以把她丢到游泳池里 但是能不能恢复 还得看她的意志够不够坚强 就在这时 一个驱鬼大师来到阿珠家 他看到水池里剩下的小王 掐指一算 不止哦 我count到 你们luff来的哦 大师知道小王是好鬼 没有收走他 反而撒烟救了他一把 只因他是在海里淹死的 大师走后 阿珠跟着潜入水底 他试图给予小王更多力量 在他手心里画下加油两字 第二天一早 小王果然醒了 阿珠想起昨晚大师说的 问小王是不是喜欢他 但小王顾左右而言他 阿珠只好笃定的说道 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我知道的 我撞车你出来救我 你是鬼撞车吗 你自杀 阿珠愣住了 因为就和小王说的一样 他太爱他的丈夫了 撑了三年 早就想跟着离开 不过他从来没和别人说过 因为肯定没人信 他和丈夫认识了才七天 在别人眼中 他只是喜欢丈夫的钱 所以他也顺着大家的想法 表现的能有多不爱就多不爱 每天享受富婆的生活 可门心自问 他真的很爱 从获得见鬼能力那天开始 他没有一天不想见到丈夫 但是丈夫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他面前 他觉得 也许丈夫也觉得 他们的关系不过七天 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去爱的 阿珠流着泪宣泄完情绪 小王却没有了声响 把自己沉入了水底 从那天开始 小王为了不让阿珠寂寞 给他找来了一堆的狗作伴 阿珠又想看花 所以小王不知道从哪里 搬来了几十盆花苗 时间一天天过去 在小王的努力下 阿珠受的伤被慢慢抚平 可就在这时 婆婆找到了阿珠 告诉他小姨子突然性情大变 有过相同经历的阿珠瞬间明白 他这是被鬼上身了 女人埋头干饭 吃不下也要往嘴里硬塞 家人劝他别吃了 他平时只吃沙拉 今天吃这么多怕是要胖死 是什么让女人有了如此转变 真实原因只有阿珠知道 他的左眼能看到鬼 所以他看到 一只胖妞鬼 占据了女人的身体 阿珠悄悄靠近 背后藏着一双红筷子 他想模仿大师的手法 把鬼夹出来 却遭到了胖妞的警戒 双方僵持不下 阿珠只好打响指召唤小王 小王刷得飘了出来 但看到是胖妞 立马闪身逃走 前不久才差点被这鬼害死 这时他解决不了问题 事到如今 只能阿珠自己想办法 他得知胖妞的心愿 就是能吃更多 直到能打宝格为止 阿珠只好又现身 让胖妞附身吃个爽 食物不要命似地涌进肚子 把阿珠称成食有怀胎的模样 这才总算打出了宝格 这一次胖妞信守承命 离开了阿珠的身体 跟着鬼差投胎去了 这个事件过后 阿珠和婆婆的关系得以缓和 婆婆也把自己的情况说给阿珠听 她得了癌症 只剩三个月 而现在他也终于放心 把整个家交给阿珠了 可到了当晚 阿珠又得知了一个坏消息 小王也要去投胎了 在最后阿珠希望小王 能够帮他见到丈夫 早点又不说 人家赶着你投胎 你才来说 小王告诉阿珠 只要向着大喊呼唤他的丈夫 他的丈夫就会回应 第一次呼喊 他把丈夫的爱狗呼唤了回来 可接下来无论他再怎么喊 身后都只有小王喝狗 小王告诉阿珠 也许他已经喝了梦婆汤 再也无法回头了 小王马上也要喝汤了 他在最后向阿珠提了愿望 他想抱抱阿珠 小王模仿着阿珠丈夫说话的语气 和阿珠抱到一起 可时间很快就到 奈何乔出现在他们面前 小王必须跨过去了 他捧起汤完 远远地说了一句阿珠听不到话 随后将汤一饮而尽 小王走了 阿珠必须重新过起新生活 丈夫的爱车修好了 他取车的时候 却看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人 是小王 可他不是走了吗 原来小王被海浪卷走是假新闻 他根本没有死 阿珠这一刻终于意识到了什么 闪过过去的种种 而他也终于明白 小王最后说了什么 在这里老婆 鬼可以变化模样 从一开始陪在阿珠身边的 就是他的丈夫 但是为了能让阿珠忘记他 找到一个更合适的男人 丈夫选择变成小王的模样 得知真相的阿珠无法接受 他想起丈夫的死法 决定冒险一次 他将船驶到海中 然后一跃而下 以为这样就能找回丈夫 可在恍惚之际 手掌中却传来了一阵触感 有人在他手里写下了 活下去三个字 阿珠随之升上了水面 他活下来了 他也明白了丈夫的心意 当他回到家时 丈夫送给他的那些花苗 终于绽放成了向日葵 这时阿珠想起了 女鬼流的那封信 今天刚好就是6月17号 他拆开信 里面是一张照片 正好把两对情侣照了进来 四年前的今天 正是阿珠和丈夫相遇的那天 七天的爱能有多深 也许很多时候 爱情不需要长久的时间 只是一刹那的感觉